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北京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赞助播出 现在在体检的过程当中 很多女性都被体检出来了 有乳腺增生的问题 您说吧 它是一个大事儿 医生会告诉我们说 只要密切观察就可以了 但是您说它是一个小事儿呢 我们总是会心里犯嘀咕 那我们今天线上的三位嘉宾呢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三位好 主持人好 我们都算是病友 其实这乳腺增生 按说也不算是一个太大的病 但是多少还是会困扰我们的这个状态 李然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应该是半年前左右 也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一点乳腺增生 医生跟我说呀 就是也是跟你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密切关注 但是他一说完这个密切关注吧 我就心里边 一直反反复复地就有这个念头 就觉得不行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大 就感觉根本就沉不住气 主要吧 是因为我妈妈也走过 她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得 然后得了之后呢 也是经过治疗就好了 可是又过了一年多 她就又得上了 所以我一想到我妈这个事儿 又联想到我自己 又有这个乳腺增生的表现 我就会特别紧张 先放轻松啊 不用太害怕 不要太紧张 那刘阿姨您呢 作为我来说 我这年纪大了 就对这个呢 就特别重视 特别害怕 然后呢 我同学呢 最近呢 又查出来了乳腺癌 她呢 现在呢 就大把地吃药 而且呢 她原来呀 跟我是一样的 就是一开始生生 后来呢 就是结结 结结呢 她呢 就是说 发现一个呢 就做一个 发现一个做一个 后来呢 她就工作 因为现在你要知道 就是工作也忙嘛 在一个女同志 到了家里的事情 都是在女同志都在做 然后呢 她就说 她再隔一段时间 她再去查 哎 这厌长这个时间 她就到院去查了 一查结果 现在来一个 恶性的乳腺癌 也就是说 病变了 病变了 那怎么办呢 她现在就说 哎呀 特别的苦恼 也真的是 没有办法 小燕你担心 这个问题吗 我在 没生孩子之前 我觉得 这个问题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 长年的体检 也没有发现 这方面的问题 直到生完孩子 四个月呢 然后我是一次 家庭矛盾 把我气到 急火攻心 一下就回奶了 所以从那以后 就开始发现 自己只要一生气 然后那个 就特别像 胀奶的那种感觉 会针刺啊 电击啊 那种感觉 然后在半个月前 我再去体检的时候 就发现 好像这个问题 严重了 因为以前 只是轻微的 乳腺增生 但是半个月前 体检医生跟我讲 说我是节节性增生 是增生里 比较严重的 节节里呢 比较轻的 嗯 其实听得出来 不管这个乳腺增生 出现的时间早晚 病情的程度如何 都会让很多的女性呢 产生焦虑 担心的 这样的一些 心理的变化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 正确地面对 乳腺增生 这个问题 我们中医 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够帮助到 更多的女性朋友们呢 今天呢 我们是请到了 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旺经医院的 王泽民主任医师 欢迎王主任 好 欢迎王主任 主持人好 据我的观察 在我身边 患上乳腺增生的 女性不在少数 那据您的观察呢 临床上有多少女性 会患上乳腺增生呢 临床上呢 大概有 50%以上的女性 都患有乳腺增生病 大概这个 发癌变率呢 不足千分之一 所以得了乳腺增生呢 也不要过度地紧张 但是呢 我们应该确实得 注意观察 定期复诊 定期复查 这个乳腺增生 是对于 全年龄段的女性 都有可能存在吗 还是偏重于 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一般是多见于 30到50的女性 多见 可能乳腺增生呢 这个病名本身 就是一个西医的病名 对 那我们中医 对于乳腺增生 是有什么样的认知呢 中医呢 将乳腺增生啊 称之为乳癖 早在明代呢 这个外科正宗中 就记载 乳癖乳中结合 就有关于 对于乳癖的记载 嗯 那看来 其实我们中医 很早以前 就对于这个疾病 有一定的认识了 对 那对于它产生的原因 中医又是怎么看的呢 阳科 新德级 谈到乳癖 粮油 肝气不舒 预结而成 肝煮输泻 有调节气血的功能 经常的生气 着急 尤其是生闷气 日久 就容易导致 肝气不畅 这个胸呢 是属于肝经巡行所过 足却因肝经啊 从头到胸 入肺中 环绕于乳房 一直这个寻心的脚 因为这个肝气淤结呢 它淤结的胸呢 就可以展成那个 乳腺增生 这些气质血淤的症状 我见过一个 18岁的女性啊 居然她做了 四次乳腺增生的手术 这个小女孩呢 就脾气暴躁 经常性急易怒 爱跟她母亲吵架 经常这个 她母亲正处于 更年期阶段 这个青春期 遇上了更年期 所以两个人脾气暴躁 18岁的时候 居然做了四次 乳腺增生的手术 所以这是一个 特别极端的案例了 对 那其实对于很多 有这个乳腺增生 问题的女性呢 可能我们有一点点 容易心急啊 所以咱能不能够 先考虑她们的 这种心理的状态 先给一个应急的招 可以吗 可以 对于这个乳腺增生的患者 我们可以点按两个穴位 第一个穴呢 就是弹中穴 弹中穴呢 在两乳连线的终点 中医我们认为 它是属于这个气汇 气汇呢 也就是 就是气血运行的一个交汇点 我们点按这个穴位以后 就可以疏干离气 疏解胸中的郁闷 就可以对乳腺增生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这是第一个穴位 两乳连线的终点 对 那我们用什么手来按 我们用拇指 拇指可以这个按 这个弹中穴 按 按揉三到五分钟 局部产生 酸麻胀痛的感觉 即可 按到有刺痛 酸胀的感觉 就是按到位了 对 酸麻胀痛 对 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 第二个穴位是杨灵犬 杨灵犬在这个外戚 肥骨小头下 这个可以点按这个 怎么找啊 杨灵犬 这外边有一个肥骨小头 肥骨小头下有一个凹陷处 点按这个穴位 也同样有这个 酸麻胀痛的感觉 就是这外边有一个 肥骨小头 肥骨小头的下方 有一个凹陷处 凹陷处 咱们点这个穴位 这是足少阳胆经的 和穴 所谓和呢 就是一个精气的入海口 就是气血运行在这儿 因为胆经与肝经是互为表里 肝胆相照 它可以疏肝力胆 所以这两个穴位 就可以帮助很多女性们 来应应急 缓解一下她的疼痛 好 我们可以让嘉宾来感受一下 刚刚教了两个穴位 我觉得可能第一个穴位 比较好展示一点 我们就这样 看看能不能够找准 但中学 然后试着用自己的拇指 揉按一下 稍微使点劲 刘阿姨什么感觉呀 我觉得有点疼 有点又酸又胀 这个 这可能就安到位了 李然 看看你找得准不准 什么感觉李然 痛特别明显 我没有太多胀的感觉 但是这个点上是很痛 就是好像感觉最近没有生气 但是这么一按的话 就还是很明显 好 再看看小叶按完之后 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酸 我没有痛的感觉 好 那看来每个人感受不同 对 李然 感觉那个疼痛感是很明显的 那能够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叫以痛为书 它疼痛 就说明它那个地位有瘀血 气血瘀制在那儿 就容易疼痛 那刚刚咱们解决的是 这个乳腺增生 出现表证的时候的 一个应急的招 但是其实我知道 要治疗这个根本的话 我们中医还有一些 治根的办法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刚刚咱们解决的是 这个乳腺增生 出现表证的时候的 一个应急的招 对 但是其实我知道 要治疗这个根本的话 我们中医还有一些 治根的办法 我们大概分为两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年轻的女性 第二个类型就是中年女性 这个属于这个更年期阶段居多 今天才搞清楚 同样可能都是因为 情绪所引发的 肝气不舒 都会出现乳腺增生 但是我们中医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还要变清楚 分明白更细致地挖清 它这个病因所在 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 中医的精华就是辩证论治 因人而异 不是说虽然是乳腺增生 中医要同病抑制 所以这个不同的病 不同的病因 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这就叫辩证失治 这也是我们中医的 厉害之处 对 中医的特点就是辩证失治 整体观念 所以这会儿呢 我们先来问一问 年轻的女性代表 李然和小叶 二位平常真的容易生气吗 我觉得李然 我了解的更多一些 有三个孩子 我觉得平常生活当中 不起急都难呀 是不是李然 我觉得我们家 我生气 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就是我举个例子 我们家儿子 基本上在外面碰到的阿姨 她都会特别喜欢 因为别的阿姨都温柔呀 不生气呀 所以就可想而知 这个我在家里的这个状况 确实因为孩子又上学嘛 那难免会在教育上 和家人起一些争执和分歧 像我先生呢 他又是一个特别 就是爱关心和操心 孩子教育问题的人 所以经常 他一看我 教育孩子又容易着急 他就说 得了得了 你走开吧 我来应该按照我这个规划来 那往往这个时候 我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 再跟他去争执 再跟他去吵 我就碰一关门 我就去屋生问气去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经常经常容易出现 而自己说对孩子吧 是应该有耐心 可是就是对自己的孩子 往往就是很难很难 说这个火跟你急到那儿了 我又是个急性格 就这个又脾气又大 脾气又急 孩子一点你 不特容易着 就比如说我女儿写日记 她经常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就提前跟她说 今天咱们是什么什么日 公园日 好比 那你回来就要记录 在公园里发生的这些事情 或者你的所看 所见所闻 孩子进门就忘 就忘了 的时候都会说 那句子写得也很优美 等到坐到家里 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 就开始写到 几月几号 星期几 就一到这个时候 我都活 多可爱呀 就蹭了一下 就被点燃了 对 家里孩子多 不发火实在是太难了 很理解你啊 真不容易 当三个孩子的妈呀 那小燕你的情况呢 你平常爱生气吗 我是之前性子会比较急 我其实很少跟孩子发脾气 因为为了培养孩子 我还特地去学了一个 少儿心理学嘛 所以我会有的时候 家里边的问题 我又不敢跟父母发火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爱人的性格比较绵柔 就是属于那种 高学历的书生的那种 然后一遇到家里的一堆 鸡飞狗跳 七零狗碎的事情的时候 他又处理不好 我又急 然后呢 我其实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就是冷暴力 就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不会发飙 我先不炸毛 我会把自己先憋成一个内伤 伤害自己 然后你就会发现 真的有的时候 生气走胸 那个胸向针扎 惦记的那种感觉 自己还会很蛮害怕的 然后如果说 偶尔有一两次 我忍无可忍了 我要真把火发出来了 还真就没事了 所以多半是自己的这种 急性子 把自己憋成的内伤 所以可能调整情绪 真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开始 那接下来咱们就得看一看 中医的方面有什么调整的办法 其实刚刚呢 这个小叶提到一点 自己一旦发完脾气之后 这个胸上就开始有反应了 他用他的话讲叫刺痛 刺痛 为什么会有刺痛的感觉呢 刺痛呢 它是一种瘀血的表现 就是气质血瘀 瘀血疼痛的一个主要特点 就是刺痛 如针刺一样疼痛 如果生气以后 还可以出现邪痛 这正说明了我们肝气不舒 才导致了这种刺痛的感觉出现了 那如果要是一旦 这个情绪影响到肝的功能了 导致肝气不舒了 是不是很多女性 还会出现一些 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的感觉 对 因为肝木要磕皮土以后 可以出现脾胃 气肌升降时调的症状 中医讲肝气煮升 胃气煮降 如果肝气泛胃 还可以出现这个阿腻 就是打嗝 板酸 丸腐胀 这就是肝气泛胃了 如果肝木磕皮土以后 还可以出现腹泻 这些症状 我想问一问两位年轻女性 小叶 你感受一下 平常有没有爱打嗝 反酸 肚子胀 腹泻 这样的一些变化 打嗝 腹胀会轻微一点 但是我严重的时候 会像胀奶一样发麻 发木 那个时候是我最害怕的 小肚子会疼吗 小肚子倒还好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次我是两肋这个地方 像窜气那种疼 疼了很长时间 找不出原因 但是刚才主任一说的时候 我好像有感觉了 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不是 可能是肝气不舒了 影响到肝精了 李然 你的感受呢 是 有类似的症状吗 对 我觉得我的这个 还是挺明显的 就不管我这个脾气 有没有发出来 就是当时特别着急 特别生气的时候 就感觉一下 就出来那个刺痛感 而且这个刺痛感的感觉 就是很强烈 就真的像针刺一样 有点钻心的感觉 很难受 那你有没有爱打嗝 反酸 肚子胀气 小腹疼这样的感觉 起的不单单是小腹 我觉得从胃到小腹这块 都是有胀气的 然后也会打嗝 就以前就觉得 就生完气不舒服 你现在就明白了 这明显就是 已经都伤到肝的 那种感觉了 就这个火确实太大了 对 咱太不值得了 除了刚刚王主任 提到的这些症状 屏幕上出现的 这个是典型的 肝气不舒的 它是什么样的特征呢 舌相就是出现的 舌拍薄白 舌边尖红这些症状 您能不能辛苦一下 隔着屏幕 帮着李然跟小叶 看一看他们的舌相 符不符合 肝气不舒的舌相 对 可以 先看李然的 这个它是舌质红 它这确实是属于 肝气淤结的表现 有点伤阴了 阴也不足了 发的火不小 看得出来 再来看看小叶的 它这个舌边有指痕 也有一些暗 还有一些舌财膩 这就属于肝木 磕了皮土 舌财膩 因为皮伤了以后 就可以产生舌边有指痕 舌财膩的表现 这也算是肝气不舒服 对 都有一些淤血的表现 好 所以王主任 针对年轻女性 因为这个爱生气 所出现的乳腺增生 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 好的解决的办法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一个小锦囊 今天王主任 带来的这个锦囊可不小 赶紧打开来看 看到底带给大家的是 什么样的缓解的办法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家卫逍遥丸 这个可有名哦 对 因为逍遥丸呢 是太平惠民合计居方 一个著名方济 后人在它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单皮之子 就叫家卫逍遥丸 它具有疏肝健脾的功效 这个治疗这个乳腺增生 尤其是肝气不输 导致的乳腺增生 效果是很显著的 这个家卫逍遥呢 它的菌药呢 是由柴壶 可以输肝里气 陈药呢 是当归白勺 可以养血 揉肝 左药呢 是茯苓 白猪 可以健脾 因为中医认为呢 肝气容易泛脾 肝木容易磕脾脾 中医治病呢 要治胃病 就是见肝治病 治肝传脾 当先食脾 再食以这个肝草 可以调和猪药 我们主要的作用 不就是输肝吗 为什么还要加上 单皮跟枝子呢 出于什么考虑 因为肝玉日久 可以化热 容易产生肝玉化火的表现 所以加枝子 可以那个清洁干热 那么加单皮呢 可以这个除节热 破雨雪 大家现在都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控制好情绪之后 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 再加上加胃 逍遥丸能够帮助大家 刚刚您提到了 这个是锦囊当中的一个宝贝 对 还有一个宝贝 大家 这个是鲜蒲公英 蒲公英 因为蒲公英 它具有清热解毒 软间散结的功效 它还有通乳的功效 所以这个刚才说的一些化火 干于日久化火 通过用蒲公英 榨汁服用 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可能好多女性 不太能够想象 说这个乳腺增生 为什么要需要软间散结 中医怎么认为呢 中医认为 这些气质血淤日久 就可以产生结结 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结 乳腺结结 或者是肺结结等等 都与气质 血鱼 痰宁有关 那么对于这些气质 血鱼 痰宁 产生的结结 我们就用软间散结的方法进行治疗 那么蒲公英 有很好的软间散结的效果 它可以治疗 就是乳中结合 其实我们乳屁也叫乳中结合 它可以消除结合 也就是消肿块 而且它好像是良性的是吗 对 它是清热解毒 它就有脾胃虚寒的人 还慎用 所以不能单独 尤其是经常爱腐泻的人 不能单独用这个蒲公英 它配物比如说逍遥散 这里有健脾 益气的茯苓 白猪 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副作用 所以您的意思是 把蒲公英加工完了之后 跟这个家卫逍遥丸 配合在一起服用 才能够更好的缓解 女性因为生气出现的乳腺增生 这个鲜的蒲公英 咱们怎么去处理呢 然后跟这个家卫逍遥丸 搭配在一起来服用 我们可以把蒲公英大汁来备用 那这个应该难不倒 各位家庭主妇了 大家都是厨房高手了 等同于就是榨蔬菜汁 李然你手边有没有 这个是我们导演提前寄给你的蒲公英 都有了 咱家都有榨汁机是不是 你就已经榨好了吗 病得太重了 我觉得我需要提前喝 好 小爷已经准备好了 那这样王主任指导你们怎么做 我们可以把那个采来的蒲公英 一般是当天采 当天洗干净 然后榨汁 一般来讲 从那个200克开始 如果不出现腐蟹 最大量可以用到500克榨汁 一斤啊 对 如果出现腐蟹的话 就用200克左右 好 加多少水呢 一般的这个鲜的蒲公英 都不用加水 要是干的蒲公英 可以先加那么少量的 比如说100毫升左右的水 就可以榨汁了 那要到冬天采不到蒲公英了 怎么办 可不可以用药店买来的那种干的 那就差远了 可以 那疗效就是大姐 因为那个它软间散结的功效呢 主要是它那个汁 起主要的作用 它那个汁一没了呢 它作用就减弱了 好 现在好在是有这个鲜的蒲公英 这样小燕你感受一下 我们操作一下 按照刚才主任说到的方法 你要不然鲜200克 开始吧 李然你这个是放了多少蒲公英 榨出了这么多汁啊 我大概也就放了 应该是200克左右 就是跟小燕是差不多 有这么一把 好的 如果你榨多了呢 你就可以在冰箱里冷冻 吃的时候画一下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保存的时间就可以更长一些了 那行呢 我们就把这些先倒出来 然后跟李然一块来品尝一下 蒲公英汁的味道 看能不能接受 要做好准备哦 小燕已经开始筋鼻子了 呦 李然 你这面不改色 心不跳 有点出乎我意料啊 你后半劲啊 那个 其实 对于我是后半劲 对 然后还是挺苦的 但我看小燕好像喝得挺开心的 是不是炸太浓了 特别的清香 没有那么难喝 哦 那就说明你们俩可能吃苦的 这个程度和能力不一样 李然喝着觉得 表情已经开始猙獰了 我觉得喝完了之后过一会儿 这个舌头上才会有真的有苦的味道 一开始其实确实像小燕说的 还是挺清新的 因为这个菜叶子一炸之后 就有一点点那个青草的那个味道 但是喝过之后 过一两分钟 就越来越来有苦的味道出来 哦 那您刚刚提到了 咱们是把这个蒲公英炸成汁之后呢 和这个家味消耀丸一起来服用 对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如说多少的汁配多少的药 一般的来讲就刚开始啊 如果刚开始就用200克炸成汁就可以了 一般的用这个汁呢 送服这个药 一天两次即可 就炸完了汁之后 咱们可以分成两小碗 对 然后分成两次来把这个药送服下去 对 但是刚刚我们这喝完之后 都感觉到味儿真苦啊 不太好坚持 确实这个蒲公英确实是比较味道苦 我们要解决它的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可以用那个罗汉果煮水 对付 跟它 因为罗汉果是比较甜的 对到一起可以缓解它这个苦味 第二个呢 还可以搁点田野菊 就一克田野菊煮水 对到一起 就能缓解它这个苦味 就是用这种天然的食物当中的甜味剂 来调整蒲公英的苦味 对 你知道田野菊吗 李然 我知道呀 因为我妈妈就有糖尿病啊 那个田野菊应该就是连糖尿病人 都可以使用了一种 就是有点像带糖的东西吧 你平常都在哪买啊 超市里面 买起来很方便 小叶你知道罗汉果吗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常年都要备这个罗汉果吃 但是它也是良性的呀 像我脾胃虚寒的话 是不是有问题 对 要是过于脾胃虚寒呢 还可以割一些生姜 因为生姜呢 它可以温味散寒 这个它是温性的 就割十克就行 十克生姜 那如果要是按照您的这个方式 加味肖腰丸 配上蒲公英汁 大概要坚持服用多久之后 是可以看到好的效果的 一般呢 得服用三个月左右 那时间也不算长 虽然有点苦 但是为了治病 我觉得还是能坚持的 中医馆这叫治胃病 就是胃病先防 疾病防便 刚刚我们解决的呢 是年轻的女性啊 因为生气呢 出现了乳腺增生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咱们得帮助 更年期的女性们 缓解她们的乳腺增生的问题了 我想问问刘阿姨啊 我们不说刘阿姨 处在这个更年期的阶段 因为好多女的 听到这个词之后 都有点敏感 那刘阿姨您平常爱生气吗 我挺爱生气的 我的脾气特别暴躁 我可能是 真的是得了更年期了 没有没有 您性格这么好 那是你没有在我身边 我呢这几年呢 就是脾气异常的暴躁 然后呢自己呢 都难以控制 一点火就着了 你就假如说做饭吧 我阿姨有糖尿病 我呢就在做饭的时候呢 会给她做一些清淡的 她呢拿饭呢 她吃第一口的时候 她就会说 什么呀这是 清汤刮笋的 这样一整吃 我说你这个人还脾气不小 我说我这跟你辛苦 我做完了 你还事儿事儿的 我这一听我这火 我疼我就上来了 我把碗一放 一摔 我说你爱吃不吃 我说我还不侧逢你呢 我说你这 我说我辛苦 我给你做完了 饭了 我说你还 事儿事儿的 我就在想 你说 为这一句话 为这什么的 我的脾气 首先就上来了 我这个火就控制不了 最好先 不要把更年期这个事儿 看得太重了 有的时候越看得重 它这阶段越不好过 对 但是刚刚刘阿姨 提到的一点 我觉得也能够理解 处在这个阶段 家里的事儿也挺多的 有些火就控制不住了 它就必须得发出来 您说针对这个年龄段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感觉和变化呢 一般的女性 四十五到五十五岁 出现了更年期 这个多数介于 就是肝肾的阴虚 这个肝阴虚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我们中医讲 阴阳的都是相互制约的 大家看 这个水就像肾阴 这个龙就像肝火 当水冲突的时候 和肝火可以互相制约 更年期的人就是阴气自絆 起居衰矣 他就肾水亏虚了 水就少了 当肾水亏虚 这个龙火就容易上月 这叫龙雷之火 上冲于脑 就可以出现了 这个容易发脾气 自己又不能控制的局面 那当肝肾阴虚出现的时候 肝气就会容易不舒了 那我们全身会有什么 不舒服的感觉呢 就是心烦 易怒 潮热 汗出 口干 舌道 加上月经周期的紊乱 比如说月经量少 有血块 这些 经期的不准 刘阿姨你想一想 最近这几年 有没有出现 刚刚王主任提到的 这些症状 有的有的 我是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会出汗 哎呀就 简直就是说 这屋热不热 好 人家都装了 火就热得不热 特别到冬的时候 我就甚至把头 要伸到窗外挤 我说呀 赶快要看凉一下 在睡觉的时候呢 这道床呢 自己睡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床 从这边能睡 睡到能睡到那边 心里头得烦躁 看什么东西 也不爱看 然后就 说白了吧 就是说 自己的那个气啊 就不到从哪里来的 会出现 口干舌燥的感觉吗 就是现在 咱们在讲话 我刚才 你都看见 我还在继续喝 总觉得 你说是渴吗 它并不渴 总觉得 嗓子眼 那个那只老是干的 再加上心烦 睡不好觉 容易出汗 那您对应 大屏幕上出现的 这个舌头的照片 您感觉自己的舌头 跟这个照片上的像吗 我跟它一样 是这样吗 它是舌红少胎 它有点淤 舌质有点暗 就是有淤 可能屏幕上的 这个体现的是更明显的 对 通红 一般的 干肾阴虚的舌胎 都是舌红少胎 阴虚了 阴也不足 对 多少我们上面 可能还有一点点的白胎 对 这个上面就一点都没有了 通红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沟 对 这属于这个阴虚的表现 肝肾阴虚 所以就是有这些特征的朋友 尤其是到了这个岁数了 就容易出现乳腺增生的问题 对 这个年龄呢 尤其注意 这个年龄是多氏直秋 如果出现了乳腺增生 要积极地进行治疗 定期地进行复查 现在咱们终于找到这个根了 还是因为肝肾阴虚 所导致的肝气不输 对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针对这个原因 帮助更年期的女性 来缓解 乳腺增生的问题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现在咱们终于找到这个根了 还是因为肝肾阴虚 所导致的肝气不输 对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针对这个原因 帮助更年期的女性 来缓解乳腺增生的问题 这个年龄呢 首先应该滋补肝肾 我们这个在滋补肝肾的同时 加上一些软肩散结的药 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子呀 对 熟地 山鱼 山药 单皮 福灵 择蟹 这是六位药 就是六位地黄丸 主要是滋补肾阴 因为中医认为呢 肝肾同源 滋补肾阴 也就滋补了肝阴 加上一些这个柴壶呢 它可以疏肝理气 它可以倾泻肝火 那么断瓦棱和这个海浮石可以软肩散结 还有一个瓜楼可以疏解胸中的郁闷 可以疏肝理气 瓜楼子下气嘛 这里有一点啊 就是断瓦棱和海浮石用醋同断 这是我的老师孙一鸣教授传给我的 因为孙一鸣教授呢 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施金墨先生的弟子 施金墨老先生将这个断瓦棱和海浮石 用醋同断 可以增强软肩散结的效果 这一经验传给了孙一鸣先生 那么孙一鸣教授又传给了我 我在临床应用 确实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那您刚刚其实提到了 这里边有两个药材 是不太常见的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有一些陌生 一个是海浮石 另外一个叫断瓦棱 对 这个都是石头对吗 这都是石头 你要是用醋同断呢 可以增强软肩散结的效果 我们提前呢 把这两位药材寄给了刘阿姨 刘阿姨 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两个药大概是什么样的 好的 那个石头您能分得清吗 这个 这个是什么 海浮石 什么是海浮石啊 就是在大海里 可以浮着的石头 还带口 对 轻轻的 轻轻的 就跟咱们烧了那个灰一样的 烧透露的灰一样的 轻轻的 另外那个呢 断瓦棱呢 另外的一个 断瓦棱应该是这个吧 你拿出来一个 应该这个 是这个吗 应该是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瓦棱子也是一种海里的东西 就像一个咱们吃的那个 嘎啊 就那嘎了壳似的 嘎了壳似白的 这样的 贝类的动物的外壳 所以它这个比较坚硬 这两个药确实是挺不好见的 但您刚刚提到了 这两个药材呢 是要用醋来制一下的 对 用什么醋 怎么制呢 就用米醋就可以 它把这两个药呢 在铁锅上炒热 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用五毫升左右的米醋一烹 再先煎半小时 因为它那个 这样呢 可以增强它的软煎散结的效果 煎完之后呢 是把这十分捞出来 煎完之后 继续把其他的药放在一起 再煎半个小时 这是第一煎 一般的煎药都得煎两煎 第一煎 煎完了再倒出来 再加水再煎半小时 就是加水一般的 头一煎倒出来 一百五十毫升 第二煎倒出来 一百五十毫升 两煎对到一起 大概三百毫升 然后分两次温服即可 所以您在临床上 会经常使用这个大的方子是吗 对 经常在这个方子基础上 加减应用 有这么一个案例 这个人是四十九岁 他当时出现了甲状腺结结 乳腺结结和肺结结 肺膜玻璃结结 因为他周围的姐妹们 很多有的得了甲状腺癌 乳腺癌和肺癌 他比较害怕 那么他就专程找我来看 那么给他开了这个方子 加减以后 大概有三个月左右 他这些结结消失了 他治疗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人他由于周围的姐妹们 都得了癌症 尤其是他妹妹也得了乳腺癌 他比较害怕 他就天天锻炼 每天两个小时以上 所以中医治病讲究 三分治七分痒 他坚持锻炼 当然还要有一个好心情 少生气 对 没错 这是最根本的 保持良好的心态 坚持锻炼 其实你锻炼身体 就能缓解你这个郁闷的心情 对 比如说你这个 今天很郁闷 今天那个或者工作很劳累 很紧张 我去唱歌 去游泳 或者打打拳 这些可以明显地缓解 所以我们治病 不要单纯地依赖于服药 还有积极地进行锻炼 哪怕咱们就快走 出出汗 对 尤其是在阳光底下 晒晒太阳 其实心情都能够得到改善 对 总之一句话 就得少生气 对 少生气 保持良好的心态 百病皆生于气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应该是 有着满满的收获的 好 非常感谢王主任 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